中秋節要團圓,我們的新資也要團圓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把柚子拿起來 今天是中秋節 我們今天來到大同燃整公司的底下 為什麼我們這些勞工在中秋節的時候 要來希望,要來找公司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公司要給予一個方案對不對? 如果說公司還是不願意給付他依然有的條件以外 我們請我們公會的理事長拿著這個 把後面的這個打開 我們的華人有一個非常流傳的故事 就是我們會抗爭到底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就會從中秋節這天開始 我們大同燃整公會會抗爭到底對不對?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我希望我們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因為這是台灣也是陶產總第一次有越南泰國和本勞的勞工朋友 大家一起站出來,我們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我們一定會本勞外勞不分的團結下去對不對? 對!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我從17歲就進去大頭南整 我的董事長是葉全發 因為他今天突然跟我們宣布說要惡性觀察 我們一時也沒有方向找工作 大家都想說怎麼辦 我相信這台北很多都是有關於這個鋪商 我們南整廠是做鋪的 那也因為說 他欺欠我們之前的特休沒有給我們 然後還有加班費沒有全薪 然後再包括無薪假 疫情的時候他都叫我們休息 我希望說他可以趕快給我們補償 然後大家都在這裡做了那麼多年 一個青春都付給了他 也希望說可以額外多談到補償金 希望他可以大氣一點的跟我們談 我們都一生付給了他 他能夠大氣一點的給我們嗎? 然後9月20是我們的第二次調檢 也希望他可以給我們一個方案出來 不要一直跟我們拖延時間 我跟大姐計畫書沒有納入 第七月勞工的部分 這邊做個說明 因為第七月屬於補充性 另外呢 我們這個七月期滿或者是爭斷 事實上我們救福法有相關的 轉換雇主的一個規範 所以對於移工的工作權 已經有相當的一個保障 但是我這邊要強調的是 剛才我們工會代表所說的 確實在轉換的部分有發生困難 或者是說還需要一些工作機會提供 這部分 勞動部只無旁貸 我們一定會積極的來協助我們移工 或者是本國勞工來後續的就業的部分 我想要請問一下 剛才既然 看起來這個勞動部對於這個案子是很關心 所以看起來有特例的狀況發生 比如說這個大量解僱的計畫裡面可以納進移工 但是這是個特例的狀況 但我們也樂見 那我們想要問這一些移工 既然它已經凸顯了制度上的制度 勞動部可不可以就大同燃整的這些幾十名的月勞和太勞 就轉制工作上面的協助 而且是我們工會就可以直接跟勞動部的對口來處理 已經聽過太多的勞動部說會協助 但基本上我們現在能夠找工作只有救護站 跟植品中心 那植品中心現在只有抗無功嗎 就是抗無功根本沒有機會 救護站現在不要說連創業員都沒有 那請問到底就這個狀況到底要怎麼辦 就是這些人到底還可以怎麼辦 這是一大批勞工吃夜 勞動部態度是怎麼樣 我們態度非常清楚 好現在已經有重生了 勞動部對於本外勞的工作權都非常重視 如果轉業困難我們會持續協助 以上謝謝 沒有用不敢提對口 面對這麼多企業勞工 勞動部的卡子在哪裡 勞動部至少要拿澄清書 好 好 那 來來來 這個我覺得澄清書還是要拿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個勞動部 希望勞動部 應該要承諾對於修法的部分 要這個來進行 來那要不要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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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